又发生了超商店员遭到暴力对待的事件 原名男子喝了酒到台北市大安区的一间超商买早餐 要求店员帮他围坡一下 但是店员解释这里是踩自助围坡 男子当场暴走 不但是跳进柜台动手殴打店员 甚至还呛瞎 自己是黑帮随身都有带枪 警方赶到现场把人压制上铐 依法送败 而受害的店员说 他在超商工作了13年 头一次被客人痛殴 他吓得想要辞职 承认动手打人 男子说的很干脆还要求上铐 但袁警才刚要动作 我们现在给你一招做逮捕 我们现在是几分 哎哎哎哎 干嘛 干嘛 来你手后背 打我 用尽全身力气反抗挣脱 最后三名袁警联手狂喷辣椒水 才把他压制 来手后背 你不要再反抗了 你不要再反抗了 这名失控男子不仅在超商内大闹 还动手打伤店员 他拳头就直接飞过来 震动我的嘴巴 然后当时震动之后非常痛 跳过柜台 直接拎着我的衣领 像狗一样的拎出去 无辜被殴打的黄性店员 脖子上都还有明显的红色勒痕 事发在台北市东区这间连锁超商 12号一大早 无姓男子喝完酒去超商买早餐 要求店员帮忙围泼 已被告知这边是采取自助式 就瞬间暴走出拳打人 甚至还跳进柜台把店员拖行到门口 恐吓说自己是帮派 优带枪不断施暴 我也害怕 我想说我还会继续救 因为怕对方事后要回来 因为第一他是说他有帮派 到手的无姓男子身上被搜出辣椒枪 被以恐吓伤害最嫌送办 而受害店员在超商工作了13年 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很担心对方会回来寻仇 已经害怕到打算离职 谢谢张涛洋文好台北采访报道